准总统赖清德的国安团队人士还没有正式公布 总统蔡英文就抢先揭晓答案 昨天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证实 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龙将接任外交部长 而吴钊燮将会转任国安会秘书长 党内认为这是凸显蔡归赖随 而外媒华尔街日报则评论 赖清德沿用蔡总统的国安团队将会受到华府的欢迎 并有助白宫确定赖清德不太可能大幅改变 台湾对北京的态度 我们今天一起会面的我们总统府林嘉龙秘书长 也是我们下一任的外交部长 以及我们现任的外交部长 也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是有意还是单纯脱稿 总统蔡英文在接见外宾时 透露了准总统赖清德外交国安的人事布局 华尔街日报引述台湾问题专家说法指出 赖清德任命一个几乎完全赴科前一届班底的国安团队 将受到美国欢迎 并有助于安抚白宫 让美方知道赖清德不太可能显著改变台湾对北京的态度 这一个人事消息的揭露 那我相信在赖清德跟蔡英文总统之间 一定有相当的默契 对赖清德来讲 这也是一个接诸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赖清德延续小英路线 国安团队打的是安全牌 但财经部会首长却是大洗牌 第三波内阁名单都是深耕业界多年的专家 没有党级跟派系色彩也从没有入阁过 全新的面孔外界期待他们的表现 那个彭教授其实我认识多年了 那他学院俱佳俱优 然后他经历非常的资历非常的完整 财经首长爆出许多黑马 他们在政坛名气不大 不过却是来自赖清德的人才库 像是准教育部长郑英耀 经济部长郭志辉是智库新境界成员 国发会主委刘敬钦 则是来清德读书会的成员 其实是可以有一番新的作为 那如果没有包袱好好来做的话 我觉得未产不是一个新的契机 那清德默默走访产业界 累积不少人脉也成为国阵重要推手 记者训练华与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